公股銀行土銀被網友發現說 有一間分行它在徵除工 這工作內容是你一天 要煮30人份的菜色 可是一看薪水只有1萬8 很多人就說了 這樣的薪資實在是在侮辱人吧 可是土銀就緊急回應說 因為這篇的真材 沒有經過主管的同意 已經下架了 鰻魚炭火炙燒 逼出油脂逐漸變成又忍金黃 在連鎖KTV 就能吃到米西林一心的鰻魚飯 不少人專程來這裡吃美食 也讓餐飲人力需求大爆發 連鎖KTV品牌要來找員工了 而且很特別的是 這一次要找的是燒烤師傅 還開出6.1萬元的高薪 表現好還會多4000塊錢的浮動獎金 但享領高薪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得要有燒烤經驗兩年 週末國定假日都必須上班 並從晚上5點工作到凌晨2點 一個月只休息7天 應該不會 怎麼說 有點累 健康應該會有問題 做久了的話 如果要做到6 應該有主廚的薪水 算高 但還是要看喜不喜歡 興趣也很重要 另外引發討論的是 土地銀行主動分行 找廚工幫30位員工 準備四菜一趟午餐 一天工作3.5小時 月薪1.8萬元 對此土地銀行回應 員工沒有經過主管同意 擅自PO網 徵才得經過正常流程 因此已經下架 應該就是銀行業或是會計業那種會比較高 然後年中會比較高一點 加薪還是會 主要是因為我工作關係還是會有 當然他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想要做這一個行業 財政部長則掛保證 工股行庫今年加薪是正面看待 反觀主計處公布1月經常性薪資 雖然達45376元 年增2.3% 但扣掉物價上漲等因素反倒是降薪 小員工真的是欲哭五類 東森財新聞 刻畫明明昊與台北報導